用的极好,也就是水用的极好。 假使这么好的景下,在白色迷茫当中,不加上防射的话, 这里的云雾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变化了。 在这种情景下做文章,显见其用心极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又想到要加点树,这是必然的,山里没有林木的烘托, 又哪能有稳定的现象呢? 他用墨总不希望有痕迹,点了之后,就把笔覆的部分用力一按, 使它与蛋的部分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他惯用的技法之一。 为了要使左右的树木取得关联,他用非常挺的笔,直笔画树。 他很喜欢画向右侧伸出去的凸枝,但还是要用点来把它连接了, 而趣味就显得非常之好,这点很不容易。 如果一般人这样做,弄不好,反而是画蛇添足,成为瑕疵。 在山的云角底下,应该如何再加点景物呢? 这是他用心的地方。 这是他用心的地方,把大山勾出山脚,看样子,他也早有计划,不可能是平一时的灵感。 他用梯笔,反梯的笔,把它回风过去。 换句话说,就是使山脚底下的浓墨跟这个墨发生关系。 画山崖和小鹿,往下踢两笔,把山崖部分先打底,然后再用浓墨勾上。 显然,路视越远越细,近处宽一点。 这也是中国人画山水,注意透视的具体表现。 这部分很细,倒不是用笔细,而是用心很细。 它画时,不忘记中间的云层,也不忘记中间穿插的景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部分,画高的山崖,中间形成一个瀑布。 一脉流泉,轻且干。 更增加其布局之美妙。 这里,他又要做文章了。 可以看到,这部分就是布加葱,就已经很明朗。 这样做,目的在把山的石骨显露出来。 我们常常讲,某某人的话,只有骨,没有肉。 有的人,只有肉,没有骨。 他现在要做到骨肉亭云,既有骨,又有肉。 因此,这里就非家村不可。 这几笔看起来很浓。 其实不然,因为鲜沫带了水的关系。 所以看起来就很重,等会儿就会淡掉。 他在这里也经营得很认真。 山里有了丛树。 自然而然,一种稳贵的气氛也就显示出来了。 现在加一棵较浓的树,在这里最麻烦的就是前面种墨的树枝部分。 他如何才能把它连上,如何穿透过去。 这又讲到中国画的技巧问题。 中画不像西画。 西画可以先画,而后用其他的颜色涂上去。 而中画,则必须空下地方。 这个就得运用巧思,才能掌握效果。 有人说,张先生用笔很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巧的道理。 他不放弃已经罔出来的淡漠的趣味。 再在上面勾出细线。 换句话说,这部分是有阴影的。 有些人在往下来后,就没有交代。 他却交代得很清楚。 在这里,勾出一个突出的山崖。 显然是要把山路跟这里发生关系。 暗示其间,有一个隧道。 山路可以从这里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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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的调制很不容易。 虽然有人帮他调,但他自己还得看一看。 。 否则究竟如何照样摸不清楚。 山路可以从这里通过去。 山路可以从这里通过去。 岘路。 岘路可以从这里通过去。 岘路可能足够了。 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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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高的崖,崖角被雲霧所演,有一種朦朧的美感,現在加上一點淡褶,路徑就很顯明,而前面擋住的岩石也就格外的發生作用。 他更不放棄把這部分加工,因為這裡要轉彎,轉彎的部分如果加工加不好的話,暗示力就薄弱了。 我們都知道,如果淡末之間要上淡褶的話,是需要有控制顏色濃淡的功力。 假使不能含有把握的控制,就很容易壞事,一筆弄重了就不對勁了。 術身加褶色,這是傳統的方法。 不過,假如不乾就加,一定會淨開,而且效果不好。 看他在主幹的樹深,非常用力,加褶色,起碼加了兩次。 這裏樹幹好像已經淹沒掉了,但它仍舊加褶,隱約間還是有些作用。 用花青顯出山路,又多出一層美感。 這裏樹幹好像是有些作用的。 這裏樹幹好像是有些作用的。